如果光只是看画面会觉得 这名超商店员好像打混摸鱼相当不认真 他手抓着扫把却不扫地 反而东张西望还偷听人家讲话 接着他出现在另外一边 拿扫把挥动一下又跑了 在出现的时候连扫把都不见了 他还直接拿起手机对着顾客拍照 车手被逮捕 大吃一惊到连话都说不清楚 他根本没有想到 刚刚在旁边晃来晃去的 其实是来逮他的罪名警察 那得知车手还要约定面交取款 那本分局就立即调派远警 到面交地点来进行埋伏 何信女被害人先前被诈骗14万元 嫌犯又再度与被害人约定 在南投市超商交款 被害人向警方报案 程所长为了避免被发现 才会变装成超商店员 用面交时当场逮捕两名犯贤 正姓兄弟并查扣不法账物 程所长解释 因为当时有许多顾客结账 为了不被看出意状 他只好拿起扫把假装打扫 也卧底成功逮到嫌犯 民事新闻张家伟南投报导 都好拿起扫把假装打扫